大家好 我叫顺利 希望大家都叫我宰宰 来自吉林 今年29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跟我出对象 别看长相 跟我出对象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粉红色的回忆 谢谢大家 好 好 我们导演真的太有心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 二号战神了吗 这战神 战神 像我下部剧 王哥 这件事我找你了 今天牵手不成功 我给你没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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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先场上16个小伙子 先看一下宰宰 感觉怎么样 许亮好 王檀 你好 咱大爷 那个我这病毒原因是啥呢 我天天会压 我也不能搂个老弟睡觉啊 我求你咋 你可以像男的咧 刚才叫姐 这叫老弟了 你说老哥姐睡觉 对 这说这个睡觉在舞台上不动说 啥叫睡觉啊 头发 头发 我就说你的毛病除了打头发 对不对 是不是 还老弟 老弟 姐 头发不是不长 就算你吓的 你看你甜甜 我们新一季的新规则是爱谁是谁 爱谁是谁 爱谁是谁 好 好 好 太爽了 哎呀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就自己解嗨的感觉呢 不是 你是送的爽 你还是灭的爽啊 灭的爽啊 灭的爽啊 送的爽啊 你俩认识啊咋的 灭的爽啊 你俩认识啊咋的 灭的爽 小伙认识为啥灭你吗 那个位置是我的 我跟你说 那个位置我老弟灭啊 我也感受一下灭那个号的感觉 是爽 就是就是你感觉下 别让你们灭我 先看一下仔仔的第一个等片 了解一下生活当中的仔仔什么样 一起来看 你好 大家好 以前我说过跟我出去下呢 别看长相 已经中情的事情呢 可能对于我来说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 我上了 反选 我的老家在吉林市 赵黄村 家里边有爸爸 妈妈 弟弟 目前我和弟弟都在长村家了 看 这房子就是我自己赚钱买的 窗帘是粉色的 床单是粉色的 我的衣服也是粉色的 还有家里边大部分我用的东西呢 也是以粉色为主的 我虽然有着少女情怀 但是呢 我一点都不矫情 比较爷们儿 我不穿裙子 也不化妆 然后呢 我还能挣钱 现在除了白天在保管公司 当业务经理以外呢 晚上还会去把地摊给卖鞋 闲天的时候呢 还会在网上卖点面膜 一个月下来呢 能赚一万多 以前是为了赚钱也吃了不少苦 所以说现在手里有钱了 除了给爸妈 就是给家里买用的东西 从来也不乱花 咋呀 这喜不去家去行不 不管生活多难 我每天都会用胡拉八戚的力量 去迎接那杨二正的理想 然后陪你一起 皮了呼隆地往前鼓勇 耶 9号 谢谢 谢谢 其实我没上全职业的时候 我也关注过你 但是今天我一看 庐山真面目 我觉得比以前更女人了 谢谢 谢谢 你觉得我这个人还喜欢的话 我可以给你唱首歌 送你一首歌 好啊 好啊 我比较喜欢文艺男青年 对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 我似乎听到了打出鼓板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四驱 北京 北京 好 谢谢啊 唱得不好 谢谢 这个唱得非常好 就是前两句有点感触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飘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来上村六年 真的那时候是一个月一千块钱 挣的时候 我之前跟导演组的人也说过 我说我最苦的时候 我早上三点起来 上那个早餐店 给人家当服务员 那时候因为一个月挣一千 太少了 觉得父母养我好辛苦 那时候觉得我一定要这么拼命地赚钱 我一定要给父母在长村买套房子 六年过去了 我觉得我现在在长村 给父母找到了一个家 虽然不大 但是通过我努力赚到来的 我觉得我很为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我觉得我父母没有白养我 那个房子一定会成为我父母养老的一个家 我和弟弟都在长村买 好样的 好样的 哎呀 童馨刚才的歌声 一下就把仔仔的眼泪刀出来了 歌声里边唱着漂泊的故事和成长的历程啊 因为可能经历的都比较多 出来的比较早 所以说 加油 加油 我们都是最棒的 年轻人 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 奋斗真的很累 很大的压力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长村买 有个140多平米的房 我每个月还贷款还3000多 可能我觉得这个工作 如果收入好的话 觉得这不算什么 但是当你不开心难过的时候 没有人会离间 我觉得一个人在那边很不容易 所以说 如果能找到另一半 两个人一起奋斗 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会好受很多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相信就是 我并不优秀 我就是有一个身高 但是我想找到我的另一半 我也同时祝福在场的16位哥们也好 是嘉宾朋友也好 越来越好吧 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好 好 歌声很棒 故事也很棒 是 更希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真的在这里 都能奋斗出自己的成绩 演一个全新的故事 长春 长春 好 好 哦 好